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管理通灵信箱,我是玛丽欧 我是阿雅 好,我们管理通灵信箱呢,是每一集从这个听众写信给我们的问题当中选一个问题来回答 那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管理职场工作或人生的问题呢 都欢迎到我们节目资讯栏中的Google表单有个连结,给它点下去 填写,那我们就在每个礼拜选一位问题 不是一位问题,选一个问题来回答,一位的信件来回答 好,我们上个礼拜呢,是上集 有一位叫Sean的朋友写信给我们 没错 那他的问题比较长,所以我们就分了上下两集 那我们这一集先前情提要一下 好,上南,31到35岁,科技业非主管职 目前在一间大型科技公司上班 然后是一个基层的工程师,下面没有负担任何的管理责任 但会在做案子的时候呢,跟几个Rapping员工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并且决定他们的方向 目前主要遇到的问题是 第一个,主管的管理方式非常的压榨 时长导致我们基本的日常工时都在11到12个小时 第二个,主管时长对下面的人情绪勒索还有PUA 第三,常常在案子接近尾声的时候才提出非常多细节的问题 让大家在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感攻压力倍增 第四,因为长期的工时过长 组内的组员身体都有些不佳 主管对于大家的身体状况表面上有表达关心 但在跟他one on one的时候呢 却针对个人的身体状况有维持 表示,这样身体有状况组员让他有点让他难安排之后的工作 所以问,他会想问说 公司的文化其实会希望主管避免这些情绪性的言论 还有情绪勒索下面的组员 也有投诉的管道可以投诉 但是这些过程呢,都是旁人如果从旁观察难以矩阵的 不知道玛丽欧对于PUA这类问题的证据搜集 有没有什么建议的方法呢? 好,那上一集我们有回答了 关于就是这样领导的方式是不是很常见 那抗压性等等的 如果你还没听过上一集的话呢 你可以先去听一下上一集 那这一集来说,就是说这个PUA或情绪勒索 到底要怎么办? 有没有办法去收集证据? 因为他可能就是可能可以跟公司去投诉啦 或是讨论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觉得 其实你说是不是录音录影这是一个方法 那当然有人可能觉得说 因为这种私下录音录影会不会不行 会不会不能使用 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他 你如果觉得这样不好 你不要这样做也没关系 就不要录音录音,私底下 我觉得OK 但是你可以直接去 如果你有一个申诉管道的话 我觉得可以直接去提 去直接听听看 管道怎么叫你搜证 对,就是如果你说你有这样的情况 你有这样的问题的话 对 那我该怎么办呢? 他们应该会提供你一些方法 对,因为 还是其实没有 不是,因为其实 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这种话的严重程度与否 其实本来就不是你 那么容易去判断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种感觉的问题 就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有这样的感觉 像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他说 你这个案子做不好啊 绩效不会好啊 或是做不好啊 还是已经不顺利啊 那这些到底在你们公司 就是这个像你们的公司里面认为 这到底算不算是一种情绪勒索 或是PUA的讲法 嗯 就是这个很难界定啦 就可能每一个单位 他每一个人的界定不太一样 所以你问我说 那怎么去举证 就像他自己讲的 旁观可能很难以举证这件事情 所以那是不是感受的问题 那如果是感受问题的话 你可以怎么去讨论 就是或许你跟你的这个投诉管道里面 负责的人 讲完之后 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建议 是你可能可以怎么样去 跟你的主管沟通说 请你不要再用这种方式讲 或者是可能可以请他换个方式 跟你在讨论工作上的东西 或许也可以减轻 减轻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就对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针对于说 如果你要反映或投诉的话 我觉得第一步是 你直接先去找那个投诉管道的人 问他 教你怎么去 就是有这样的状况 搜证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需要再搜怎么样更多证据吗 或许不用 或许他可能会说 不行你可能 真的要有一些明确的证明之类的 那就看他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因为我相信他们这种内部的管道 他并不会像说 什么 因为他不是什么警察 检察官这种 法 对他就是要一个 对他有一个明确的证据 然后你要做什么判断 法院对 因为他其实目的不是这样子 他目的并不是 在两照当中 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 他不是 他只要让公司内部 大家可以有一个 更好的工作环境 如果今天能够协调出来 一个好的工作环境 就是大家沟通上面有障碍 他能够介入 让大家沟通更顺利的话 那让工作职场环境更好 这才是这个单位或这个组织存在的价值 就是申诉管道这个价值 不是真的要置人于死 对对对 他不是说今天两照有人犯法了 然后谁 我只是定罪 因为他不是像 比如说性贫这样子的一个 或是性贫药这样争议的东西 真的有一些法律程序 对对对 那这个可能比较偏向是说 有可能严重的当然是有 就是在攻击啊 言语霸凌啊 这种可能有 但他有没有到这种程度 很难讲 那如果说今天 没有到这种程度 但是在沟通上 讲话的方式 有一点彼此 不舒服的话 那我觉得或许 针对这个去协调 这可能是第一步啦 那我相信 如果我之后有更严重 或是 他可能还是给你一些建议 可以再做什么样 其他的收证方法 我自己这边是比较难去 确定或是建议 你要用什么方法去收证 所以我相信 既然里面内部是有 希望避免这种情绪发言 然后避免去投诉 也可以让大家投诉的话 那我相信 他们应该是有经验 可以去问问看这样子 嗯 好 然后再来的问题 就是说 就是他考量到 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是 目前考量到 现在工作的薪水还不错 但是工作压力 却大到身体有些不舒服 有了长期偏头痛的问题 目前只能透过药物控制 并且尽量减低加班时数 来舒缓头痛的问题 他想问有两个 第一个是是他真的抗产性不足 导致自己不太适合这份工作 又或者是这样的薪水 就得面对一定程度的压力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吗 我觉得反正总之啦 其实这问题都是 就是算接近的 就是薪水不错 待遇不错 但是在这个工作压力大到 身体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了 就影响到身体的生理状况了 那是不是要去做调整这样子 对因为你说抗压性不足 或者说自己适不适合 或者说是不是压力 是随着高薪必来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压力对于每个人 每个人好应该反过来讲 每个人对于压力的感受度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没有所谓抗压性不足的讨论 所以对 就是因为每个人对于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对于这种高工时 或者是在一定的工作时间之内 一定要完成某些东西 有些人可能他不可以 他就是愿意 他也喜欢做这种高压 高挑战性的工作 那但有些人可能不喜欢 但是问题是 就是那个强度到什么程度 很难界定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工作 比如说他现在是常态性的 每日10到12个小时 我们算12个小时好了 那如果周末不加班 那可能一周就是60个小时 但有一些公司 尤其是比如说 就我知道的 律师或是会计师事务所这样子 那有些时候加班 可能每周公时可以到80个小时 甚至90个小时 这样子的情况 80到90就是 除以5吗 除以5或除以7啦 就是你假日也在工作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你一天工作 可能15个小时是有可能的 14到15个小时 是可能更高的 那我其实也有访问过 类似这样的人 像刚 或者说像什么广告业啊 公安公司啊等等的 其实我听闻非常非常多 就是工作到12点是常态性的 然后早上一样是7点钟进去 所以你可能回家 写个早睡觉 然后隔天就继续进去 所以我不是说这个工作 我不是说这个工作时间是常态 或者是好事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我的意思是说 我也不是说 人家那种7点到12点 你这个才12个小时算什么 不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每个人在每个时间 你人生的不同阶段 在意的点不一样 所以你所谓的压力 程度到什么程度 每个人感受性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不要去想说 我是不是抗压性不足 或者说我高薪 或是说薪水不错 工作是不是就一定要这么长时间 或是这么压榨 因为它都是一个相对的 相对的判断 比如说你说今天你觉得高薪 别人可能觉得很高薪 你也觉得很高薪 但是有些人可能觉得 那这还好 其实也没给你多少钱 然后就是它是一个相对 相对值 对 但是如果可能用它这个行业别的 不是 标准来说 都是你自己的感受 所以我所谓的相对 都是自己的感受 当然啊 都是你自己的感受 不是应该用这个行业别 它的一个平均薪水来比较 比如说它这个平均薪水 可能这样 所以它领这样子已经算高薪了 我讲的是说压力 我讲的是工作时间跟压力 那是你自己的感受 那钱到底有多重要 那也是你自己的判断 就你今天领多少钱 你觉得够了 或是你觉得不够 这也都是你自己的感觉 当然你讲没错啦 就是在某一个产业 在某一个职位 我拿到底是多还是少 但这也是相对的 就你也可以觉得 我自己很满足啊 不管今天别人拿多少钱 别人今天年薪拿200万 然后你今天年薪拿150 可是你觉得我150做得很开心的 为什么我一定要追求那个 差的那个50万那种感觉 你差50你就永远都在想着 我就比人家差50 那种感觉 但是你在这个工作职场上 你有没有得到其他的东西 在不同的时间点 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回过头来还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Sean 你现在的 现在这个阶段的人生 你在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你最希望达到的 取得的某些东西 那个是什么 是钱 是更多的名 是职场上更多的发挥 还是一个可以自在 然后对于身体状况 跟压力调适 很舒服的一个状况 对 这是要回到根本去想的 所以 你抗压性是不是不足 我觉得这是完全 不需要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不需要去想 不该这样想 对 你不需要去想自己 抗压性足不足 我 比如说我25岁的时候 我可能觉得我工作 我常态性的工作到12点 然后 但对我来说 因为我不用 他那么早进公司 我虽然是常态性的工作到12点 但我可能 10点或11点 甚至11点 我才进公司 然后我可能就觉得 其实我还蛮放松的 就我可能睡到自然行 然后我再进公司 那我自然行也不是什么 睡到中午 也没有那么夸张 但就是 差不多9点多 然后我进公司的时候 也是很chill 也没有一定要什么 大咖什么的 然后我可能在外面 累了 先吃个早餐再进去 但是我会常态性的工作到10点以后 那这就是一个选择嘛 就是我选择说 我觉得 你可以堪负 对 这样的状况 我选择 这个工作方式 跟这样工作的状态 是我高兴的 我在之前工作是 我也会常态性的工作到10点 可是我不会在公司工作到10点 我大概6点多 我就会下班了 我觉得6点多 离开公司 因为6点多的时候 公司也开始慢慢人越来越少 关灯 然后对 开始关灯 然后我就我不想要留到最后一个关灯 然后我就想说 6点半大家都走了 我先离开回去 我就去别的地方 但是我会继续工作 那你那时候身体有什么状况吗 你常态性的工作到12点 好像还好 我觉得那时候可能 我觉得因为我睡得够嘛 就我们其实没有睡不够 我觉得睡不够这问题会很严重 如果你是常态性的睡不够的话 就是你睡眠不足 常态性的睡眠不足 比如说每个人的需要睡眠 其实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常态性的低于6个小时 其实真的是不太好 那我觉得Sean可能会有这个状况 就是因为他身体也有警讯了 所以他应该是真的需要想一下 对 所以就是回过头 我们刚刚讲过很多次 不要去想自己是不是抗压性不足的问题 而是说 你在现阶段 你最在意的事情 好像包含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就是 你的身体已经好像有点状况了 有警讯 对 比如说他讲说 长期的偏头痛嘛 透过腰无控制 或者是尽量减低加班时速 来舒缓头痛的问题 那这个其实就很明确 身体 你身体的反应是没办法骗人的 对 这是你没办法控制的 所以显然你已经不适合 再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工作 那降低加班时速 所以我们要回头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身体状况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好的 那减低加班时速 舒缓头痛 到底是因为工作时间变少 所以你比较不会头痛 还是是因为这个主管 所以不管你的工作时 你减少是因为减少碰到这个人 所以你的 头痛减少 你的身体状况舒缓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进阶到他第二个要问你的 所以不晓得玛丽欧会建议 他尝试改变主管的做法比较好 还是可以找下一份工作了 他目前已经是有换组或换工作的想法 然后希望心理的健康 还是比薪水来的更加重要 对 所以我在想换组应该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你觉得不要去改变主管了 我觉得不用去改变主管了 因为看起来他已经是常态性 这样子跟组员互动 我的猜测啦 就是说31岁到35岁 我猜测他的主管年纪应该比较大一点 对 我猜测啦 或者说就算差不多年纪 这个年纪 也不是说就改不了 但是我觉得改 他可能会有一些前提 就是说他是一个愿意改变 他是一个有一些一定程度的自觉的人 那我觉得听起来这样子 好像没有那么不是很容易 就是对于他的主管来讲 就是会不会有自觉 然后自己要调整 或说在那个他这个主管 现在这个阶段跟年纪 会不会有自觉去做这件事情 真不知道 就会不会这个主管做了 工作了再十年之后 意识到啊 我之前这样做是错的 然后我终于有自觉不应该那样做 可能 但是你没有必要去陪伴 等待这十年的发生 这十年身体都烂掉了 对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说 如果你觉得在这个主管底下工作 或是说这个组在做的事情 你真的很有兴趣 那你可以再试试看 去跟他沟通一下 就是说你可能觉得不舒服的地方 大概有哪些 可不可以不要这样讲 或者说不要这样子 用这种方式来提出要求 这样子跟这样的主管讲会不会翻脸啊 主管会生气 其实也无所谓嘛 如果他生气的话 那你就赶快换主 或换工作吧 就其实一样概念嘛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你已经判断 因为毕竟跟他工作是你不是我 对 所以如果你判断说 其实这个人不能这样跟他讲 或者说提 那就不要 对 那你就别跟他再提了 你也不用再努力了 对 除非 所以我说除非 你在这个组在做的 这个某一个任务 或某一个案子 你真的很喜欢 你真的很投入做这件事情 爱到换主很痛苦 对 放不下 某种程度啦 如果啦 如果啦 就比如说今天你在某一个公司 我们随便讲好 假设你今天在 在在在 不知道特斯拉好了 然后你再负责 就是他未来最新 最有前景的那一台车 或是他的某一个软体 我放不下这个成就 那你就觉得 我一定要想 看到他做出来这样子 你觉得在里面参与很 对 身体坏掉我也甘愿 对 或者说在很早期 Steve Jobs 他们说在做Mac的时候 我觉得哇 在做Mac的那一组 你就觉得 虽然说很压榨 但是就很投入 嗯 那你可以再评评看 但是我 觉得好像 好像不是啦 不是 我不是说他做的不是 但是这种 不确定 我觉得不确定 原因是因为 在大公司里面 呃 尤其是现在的啦 现在环境的 大型科技公司里面来讲 嗯 选择 跟在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那你不见得真的 需要这么坚持 对 换一个环境试试看 是不错的想法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 呃 你可以 就是 如果你觉得谈 或者说你真的觉得 没有必要谈 那你就不用谈 你就赶快想 换组 换工作 嗯 怎么样开始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 呃 如果公司不错的话 我就觉得你可以 先从换组开始 如果有一个 呃 内定的 呃 就是说内部的流程 可以让你去这样进行的话 哦 你可以去走这样子流程 去试试看 而且那个过渡期才不会 就是很折腾 对对对 那如果说 呃 好像不是很方便 或是换组有 他的食物上难处在的话 那或许真的可以考虑换工作 嗯 这个事情 对 毕竟你自己也知道说 心理的健康 包含了身体的健康啊 因为你心理的健 你心理健康 现在看起来 影响到身体的状况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身体 一定是 当然是比薪水还重要 这样子 对啊 不然赚哪的钱 都拿去付医药费了 好像也没有比较划算 真的 好 那就是我们这一集 下集哦 跟Sean的一些回复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或意见的话呢 也欢迎你 填写我们这个 Google表单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问题 然后每一集都会 从这些表单的讯息当中呢 选一个来回答 希望你这一集听得有收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